新华社首尔12月12日点,记者陆瑞耿学恒,韩国国防部12日表示,韩国和朝鲜军方当天顺利完成,对非军事区内互撤警备少所状况的相互检验工作。 据韩国防部发布的消息,韩朝上校级军官检验人员和社领人员分别访问了对方原定撤除的11个警备少所,开展现场检验工作。 当天上午韩方人员先进入朝鲜境内进行检验,下午朝方人员进入韩国境内进行检验。 韩国防部表示,双方检验人员携带设备,对对方境内哨所的装备撤离情况,地面及地下设施拆除情况,进行了全面检查。 双方在有好的气氛中完成检验工作,并对对方提出的要求积极提供协助。 检验中发现的瑕疵事项将在12月底前采取措施予以完善。 韩国防部说,这是韩朝分裂以来,双方现役军人首次进入对方境内检查哨所现场。 这将成为半岛缘解军事紧张和构建户系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。 另与清瓦台方面消息,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下午,在清瓦台国家危机管理中心,通过直播,观看了韩朝互相检验哨所的现场情况。 10月26日,韩朝在板门殿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将军集军事会谈,商定各撤出边境附近非军事区内11个警备哨所的人员与装备,并于11月底前,完成撤出这些哨所。 截至上月底,韩朝分别撤离,并拆除十个哨所,因考虑到其具有的历史象征意义。 双方各保留一个哨所不予破坏,谨撤出其中的兵力和武器装备。 中文字幕包含了,谨撤出其中间的影响。 中文字幕包含了,谨撤出其中间的镜留点兴,谨撤出其中间的空港,赢取出其中间那种的影哨所。 内容判出其中间的影响。 中文字幕包含了,谨撤出其中间的影响。